千年之前 世间灵气充沛 那时候的人们除了念书以外 还有两条出路 习武或修真 人体的八大经脉可以储存天地间的真气 修真者将这个过程分为七个境界 以炼气为始 大成为终 每个境界又分为九品 修武也是七个境界 虽说不上殊途同归 但也有迹可循 同为七阶九品 最低炼铁 最高五帝 只是同等级的武者与修者之间 修者更胜一筹 千百年后 天地间的灵气逐渐稀薄 到了现在 更是寥寥无几 所谓天下悲剧千千万 唯独发生在唐征身上的是最惨 虽说家里条件不好 但他天资聪颖又努力 成绩一直以来都是第一 换来的 却是周遭人的极度 高三刚开学 走在路上 就被人从背后开了瓢 从那以后 只要思考问题 他的头就会疼 成绩也一落千丈 亲近的人敬而远之 极度的人幸灾乐祸 走在校园里 还要忍受别人的冷嘲热讽 像过街老鼠一样 刚走进教室 就被一个讨厌鬼盯上了 这人叫乔飞 跟唐征最不对付 直接指着他的几两股讥讽 这不是第一名唐征吗 还大叫他的名字 丝毫没有一点尊重 见对方不理会 就又跑到别人跟前 把对方衣服的都冒 死死按在他头上 还让他把偷自己的钱交出来 唐征阴沉着脸保持沉默 他这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 最是让乔飞火大 于是一拳打在唐征脸上 接着辱骂对方是个倒数第一的笨蛋 还有脸一直吃着学校的补助金 如今居然前都敢偷 唐征坐正了身子 淡定地反驳他没有偷钱 没有证据就别乱说 乔飞气得牙根痒痒 他好起唐征的领子 这个家伙总是这种态度 以为自己是谁啊 还是那个第一吗 他听说唐征的爷爷病了 便怀疑对方偷他的钱 是给那个死老头看病去了 这话触动到了唐征 头又开始痛了 而对方还在咄咄逼人 就在他即将倒下时 一个女生将他扶住 还帮他反驳乔飞 谴责对方太欺负人了 他叫方诗诗 唐征不明白 他为什么要帮自己 对方询问他 需不需要去医务室 唐征回答不用 女孩温暖的笑容 是他在这间教室里能看到的 唯一一束阳光 乔飞此时咬牙切齿 怒骂唐征是个废物 只能躲在女人背后装柔弱 估计是想和方诗诗搞对象吧 这可是彭成笑话 也不看看自己几斤脊梁 唐征不是没有脾气 他实在忍无可忍 回头一拳打在乔飞脸上 将其打倒在地 乔飞坐起来摸摸自己的鼻子 发现流血了 于是跟一帮狐朋狗友围了上来 把唐征按在地上一顿胖揍 嘴里口嗨着 不但要弄死他 还要弄死他的爷爷 这句话彻底触碰到了唐征的逆铃 怒火给了他抱起的力量 乔飞一正 还没反应过来 就结实地挨了一拳 这一拳不仅把乔飞打出好几米 还碰倒了几张桌子 唐征不依不饶 坐在他身上拽着对方的衣领 怒喝该死的人是他 好巧不巧 这时候老师到了 他让唐征出来 不分青红皂白的 就是一顿批评 同学们趴在窗口看笑话 觉得唐征这家伙死定了 被吴翠红逮住 那还能有好 老师讽刺唐征有能耐了 不仅偷钱还打人 拖班级后腿 一点没有学生的样子 唐征无力地解释 自己没有偷钱 是乔飞污蔑他 可对方根本不信 他怎么没污蔑别人 苍蝇不丁无缝的蛋 此时方诗诗站出来 替唐征辩解 他认为 以唐征的为人 是不会撒谎的 大家在一起相处两年了 什么品行应该了解的 吴翠红看到笑话方诗诗 脸上立刻堆起了 谄媚的笑容 表示自己会处理好的 于是让一个同学 送乔飞去医务室 其他人回到座位上去 看走廊上都没人了 脸立刻就搭拉下来 活像个女鬼 他让唐征 去扫实验室的地下室 唐征愣住了 那可是鬼物啊 老师让他别胡说八道 让他去就去 唐征打心理 不想去那个地方 但是没办法 吩咐了就得照做 不然的话 就得叫家长了 朋友告诉他 乔飞去医务室的路上 还在辱骂唐征 吴翠红让唐征去鬼屋 这一下有那小子受的了 几年前有个女生 在实验室的地下室暴毙 据说连血都被抽干了 像个干尸一样 警察也没查出什么 最后请了一位得到高僧做法 这事才算消停 平时除非是上实验课 不然没人愿意去那鬼地方 乔飞心想 吴翠红还挺狠的 唐征打开地下室的大门 这里确实挺脏的 应该很久没人打扫了 忽然一个诡异的声音响起 表示唐征终于来了 他等得好辛苦 唐征突然发现身体不能动弹了 唐征质问对方究竟是什么人 不要再躲了 否则被他揪出来 有对方好看的 这时一团幽蓝的火焰 凭空出现在黑暗中 自称天产子 对方话还没说完 唐征身后又出现了一个 长发蓝脸的老头 坏笑着嘲讽天产子 以为这就能翻盘了吗 未免想得太美了 自称天产子的红色团子 有些金句 从他嘴里得知 蓝色老头名叫阴魔 他想要喝止对方 可惜无能为力 对于唐征来说 现在是指纹其声 不见其人 边张望边叫喊 让他们出来 阴魔动手 想要杀了唐征 好让天产子 永无容身之地 天产子大吼休想 一道雷光从口中暴尸而出 在地板上 留下了一道沟壑 突然破碎的地板 把唐征吓了一跳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啊 天产子着急 想让唐征快逃 可是没用 一道黑光 已经击中唐征 唐征跪地浑身颤抖 内心好像被什么污染了一样 那股邪恶的气息 像是癌细胞一样扩散开来 一股剧烈的疼痛 和情绪波动 让他直接昏死过去 阴魔眼看得逞 忍不住仰天长笑 强大的邪气 从脚下爆发 天产子失败了 很快 他就会从世间魂飞魄散 看来天要王他天产子 阴魔疯狂地大笑 享受这一刻 带给他的喜悦 这时 一团明亮的火焰向他扑来 阴魔震住了 这是什么 这小子 莫非不是悬崖之体 而是九阳圣体 此时唐征躺在地上 浑身散发着金光 这致阳之火天克阴魔 很快便将其完全包裹 稍微灰烬 灰飞烟灭之前 他还大吼着不服 天产子感慨对方 是自作自受 此乃天意 但很快发现 情况有些不对劲 火焰中出现了一个日鬼罗盘 天产子瞪大眼睛 大叫糟了 唐征慢慢苏醒过来了 意识恢复以后 回想起刚刚发生的事 立刻大喊鬼啊 神情慌张地四处张望 天产子赶忙解释自己不是鬼 所以不要害怕 但唐征还是看不见他 于是询问对方是谁 到底在哪 天产子回答他 在他自己的脑海里 唐征一惊 天产子接着解释 他是活了千年之久的修仙者 有宜山填海之大能 如今赞助在唐征脑内 一定不会辜负他 天产子打算教他修真之法 使他成为真正的强者 可唐征油盐不尽 让天产子赶紧从自己脑子里出来 对方很惊讶 居然有人不想学通天本领 唐征一脸无趣 回答不想 还怀疑对方 不会是没办法出来吧 没想到一语中地 还吹牛一山填海的本领 结果连从别人头里出来 都办不到 唐征的毒蛇属性爆发 妙语连珠 聚聚扎心 天产子无能狂怒 大喉自己乃修仙之人 怎么可能 有出不来这个说法 他只是想吸收对方的真气 来滋养自己的神识 天产子越解释越心虚 一会就满头大汗 还有就是他发现了唐征的命鬼 因为九阳圣体的异动 而变快了 现在只有自己能帮对方 什么命鬼九阳圣体 这些词唐征从来没听过 本来脑子就不好使 这下更疑惑了 天产子向他解释 命鬼是显示生命的器皿 当他指向子时正刻 人的寿命将尽 至于九阳圣体天产子 知道的也不多 只是听说 远古有一位圣人 便是九阳圣体 有通天彻地的实力 看着对方 为了方便讲述 而画的抽象画 唐征忍不住吐槽 天产子警告他 别不以为然 这九阳圣体虽然厉害 但是物极必反 纯阳过圣 容易抱蹄而亡 他不出二十岁 必死无疑 唐征以为对方在开玩笑 他今年都十八了 岂不是没多少日子活了 不过看天产子 并不像是在戏弄他 便慢慢接受现实 毕竟 这不是他第一次 感到这么无力了 看到唐征这副模样 天产子表示 还好是遇到自己 他有让唐征不死的办法 但是得帮他找一样东西 这句话 给了对方活着的希望 赶忙起身寻找 最后在一张桌子下面 找到了一个暗格 天产子兴奋至极 让他赶快拿出来 里面是一个卷轴 写着通天古卷 东西拿到了 唐征让对方兑现诺言 天产子表示 那是自然 自己是个信守承诺之人 接着噼里啪啦一阵闪电火花 把唐征这个凡人 震撼得无以复加 火光汇聚到一起 形成光柱 从天产子身上喷尸而出 直冲云霄 又从唐征头顶灌入 一瞬间 感觉到大量的知识 涌入脑海 之前头上的旧伤也恢复了 他倍感神奇 盲问对方这是什么力量 但是无论怎么询问 脑海里都没了动静 那家伙 怎么突然安静了 难道说逃跑了 但是这个宝贝卷轴 还在自己手里 应该跑不了 不过这东西 到底是什么 让他如此重视 唐征忍不住好奇 偷偷打开了那本卷轴 里面的文字 透出淡淡金光 但打开以后发现 就只是普通的卷轴 还以为会是什么 无字天书之类的 唐征尝试读了一下 里面的内容 跟道德经相差无几 念了几句 唐征周围出现了 一股气流盘旋围绕 不一会 将他身体完全包裹 这种温和的感觉很舒适 这时 天蝉子出现了 他发现 唐征体内居然有真气 忙问对方 刚才做了什么 唐征恍然大悟 这就是真气吗 天蝉子气不打一处来 责备对方 真是个蠢货 他还没说 要怎么中和纯阳之力 唐征自己倒先练起来了 功力越强 纯阳之力越强 离死气就越近 被突然劈头盖脸骂一顿 唐征也很气 怪天蝉子 什么都不说 就完消失 现在又突然告诉他 离死更近了 他找谁算账去 天蝉子解释自己 是神识虚弱 暂时休眠了一会 接着问唐征 是怎么修炼的 他跟阴谋研究 千年一无所获 唐征不明所以 什么修炼 正常阅读不就行了 天蝉子有点理解不了 他是千年前的修者 古代人跟现代人的 阅读习惯不一样 难道这一切都是天意 通天古卷 就是属于这小子的 此时方诗诗 着急地冲了进来 通知唐征赶紧回去 吴老师要去他家家访 还要跟他爷爷说 开除唐征 唐征道谢以后 一个剑步冲出去 方诗诗表示 会找他爸爸争取一下 让他爷爷别担心 唐征回到家里 却发现家里没人 老爷子正在一个 垃圾场内捡废品 此时被几个人围了起来 对方表示 这里是他们的地盘 在这里刨石 还赶不交钱 老爷子不理这套 他一直都在这里捡破烂 什么时候 变成这些人的地盘了 看老头不服 其中一人想去抽他 结果 对方拽着自己的衣服 把自己撂倒在地 嘴里大喊救命啊 有人殴打老人了 那几个混混都傻了 根本碰都没碰他一下 这老头 自己发什么疯 要不干脆 真的揍他一顿算了 几人的老大 一脸凝重 表示他们可能 遇上大麻烦了 这老头 八成是个老赖 然后开始脑补 被对方讹上的后果 最终 几人 将陷入万劫不复之地 绝对不能 让这个老头得逞 于是赶忙找借口 带着兄弟溜了 还没走多远 就被飞来的一个 一拉罐砸中 站在对面的 正是唐征 一拉罐是他一脚踢来的 哪里来的小子 找抽吗 唐征毫不畏惧 对方的威吓 质问他们 对自己的爷爷干了什么 这几人确实很无辜 啥也没干 还挨了一下 唐征冲过去 将爷爷扶起 关心他的状况 这时 脾气最爆的飞机头 拿着棍子 来到唐征身后 天产子赶忙提醒他 小心后面 但还是挨了一个闷棍 晕倒在爷爷身上 只留一声淒厉的呼唤在雨中 唐征从床上缓缓醒来 摸了摸头 好像并没有什么事 天产子解释 还好刚才修了那么一点真切 才能保护他 只受一点皮外伤 此时爷爷忙里忙外 再给孙子做饭 天产子告诉唐征 可得好好感谢这个老头 他为了不让唐征 被那群人带走 老人家跪在湿冷的地上 求了好久 唐征不自觉地抓紧了被子 看着爷爷忙碌的背影 心里不是滋味 于是下定决心 让天产子帮他变强 饭桌上 爷爷一直在给孙子夹菜 让他多吃点 如果以后他不在了 自己要照顾好自己 唐征最不爱听这种话 责怪对方瞎说什么 是不是哪里不舒服 爷爷赶忙表示 开个玩笑而已 自己身体好着呢 这时 外面有人砸门 问唐征是不是住在这 唐征让爷爷先吃 他出去看一下 爷爷问是不是朋友来了 唐征阴沉着脸 他知道 肯定是那个催命的班主任来了 爷爷责怪他 老师要来 怎么不提前说 接着冲上前去开门 请老师进来 表示自家孙子 在学校多亏老师费心 老爷子一脸殷勤 生怕怠慢对方 他想跟老师握个手 对方有些嫌弃 直接拒绝了 表明自己只是说几句话就走 唐征赶忙拦住 想跟老师出去单独聊 爷爷责怪他没礼貌 吴翠红这才看到唐征 既然当事人在家 他就开门见山直说了 以后唐征不能到一班上课了 明天直接去七班报到 本来是要开除的 不过算他运气好 方诗诗的爸爸帮了一把 爷爷询问老师 唐征犯了什么错 吴翠红一听 这个来了尽头 对唐征的控诉 滔滔不绝 一些不知真假的错误 如数加真 总之就是人渣一个 如此不可叫 别的就不说了 关于偷钱 唐征是不认的 但是白口莫辩 一切解释都苍白无力 吴翠红最后用鼻的表情 告诉老爷子 只有他们这样的家庭 才会养出唐征这样的垃圾 刚才还陪着笑脸的老爷子 抄起扫把 对着吴翠红就劈过去 唐征的人品 他再清楚不过了 自己孙子穷成什么样 也不可能偷别人的 身为老师 就这么血口喷人 快滚 吴翠红狼狈逃跑 还回头骂他们不仅穷 还是没礼貌的野蛮人 这么恶心的地方 下次八台大叫请他 他也不来 偷钱这件事 老爷子是真的不幸 老师走后 他只关心孙子的成绩 是不是真的下降得这么厉害 唐征不好说什么 只是跟爷爷保证 高考的时候 绝对会是第一 老爷子无条件相信他 深夜唐征坐在床上 听天蝉子讲 如何通过调和纯阴之力 来延长寿命 唐征不解 其实 纯阴之力 跟纯阳之力两者差不多 只是纯阴之力 通常在人际罕至的 阴寒之地 但是现在还不能急着出去 实力太差 去了也是送死 唐征很失落 现在的情况是 无论怎样他都会死 但其实天蝉子 还有一个方法 那就是找女人 早上唐征 在去上学的路上 问天蝉子 如果遇不到 拥有纯阴之力的女人 他是不是还是要死 对方肯定的回答没错 世上纯阴之力的女子很少 所以只能碰运气 这时 背后传来一声甜美的问候 是方诗师同学 唐征想起 昨天差点被开除的事 还是对方爸爸帮的忙 便赶忙跟他道谢 方诗师微笑着摇了摇头 别有深意地表示 他相信唐征同学 唐征一愣 感觉有些说不出的奇怪 转头一看 这个女孩 还是一副温婉如玉的样子 没被开除 真是太好了 唐征来到七班的走廊 吵吵闹闹的聊天声音 很远就能听到 七班是出了名的差声班 人称地狱七班 唐征打开教室大门 夹在门上的黑板擦掉了下来 没想到 迎接他这个新人的 是这么低端的恶作剧 他轻轻往后撤了一步 便躲开了 全班人惊呼居然没中 瞬间情绪 都变得非常低落 唐征忍不住在心里吐槽 这群家伙是小学生吗 以为这样就能坑到我 七班人的智力 真是让人担忧 他随便找个位子坐了下来 发现全班人都在盯着他看 气氛很怪 下一秒 大家哄唐大笑 唐征纳闷 他们在笑什么 前排的一个胖子 回头跟他打招呼 他是七班的班长冯勇 奉劝新来的一句 还是换个位子 唐征疑惑为什么 这也没人做 冯勇还没来得及解释 就上课了 大家齐刷刷的 高呼老师好 唐征十分诧异 传说中的七班学习 氛围这么好吗 教室也突然变干净了 此时老师走了进来 黑丝高跟 身材凹凸有致 还有一头瀑布般的秀法 是一个禁欲系的高冷欲解 怪不得七班这帮学生 跟吃了蜜似的 班长冯勇 自豪地跟心爱的唐征解释 这位美女老师 叫柳青梅 他们除了他的课 别人谁的课都不上 唐征吐槽 这有什么好自豪的 他因为之前的意外 好多东西都没跟上 所以不管是在一班还是七班 他都要全部补回来 这时 一个粉色双马尾女孩 从门口爬进来 迟到了生怕老师发现 一个同学告诉女孩 新来的占了她的位子 她一听就炸了 快速爬到唐征那 通知对方那是她的座位 唐征没理她 回头接着听课 女孩气不过 用力在她大腿上掐了一下 没想到对方阿的一声 从椅子上跳起来 女孩责怪她这么大声干嘛 是想被老师发现吗 刘老师确实发现了 回头喊 叶叮当同学 迟到了还这么有精神 接着让她去操场跑二十圈 刘老师身上有一股 无形的压迫力 让七班无人敢造次 叶叮当只能答应 走之前还让唐征下 解体育课去天台 不去就死定了 冯勇一脸担忧 让唐征换位子 她不换 惹了叮当姐 这下可麻烦了 天蝉子冒出头来 询问唐征有没有感受到 刚才的粉毛姑娘叶叮当 就是 她要找的纯音之力 天台上 叶叮当已经等得不耐烦了 嘴里不停咒骂心来的 因为九阳圣体的原因 唐征会比常人多出一条经脉 虽然她通过天通古卷 进入了炼器一品 但还未达到 能修炼法术的等级 所以 天蝉子决定 先传授她一招 名叫天罗手的武技 虽然是入门武功 但修炼到极致 也是威力无穷 天罗手的秘籍 化为一股真气 被唐征吸入体内 顿时感觉神清气爽 她抄起器材式的乒乓球 往前方扔去 接着 自己又全部接住 这小子学习能力太强了 冯勇坐在操场上打游戏 忽然被人从背后踢了一脚 刚欲破口大骂 结果那人是叶叮当 把她吓了一跳 她向冯勇 询问唐征的去向 这臭小子 居然敢放他鸽子 结果冯勇指向体育器材式 直接把唐征卖了 叶叮当警告她 如果没人 她就死定了 冯勇挠挠头 表示 她怎么敢骗叮当姐 心里想着 叶叮当这次是真生气了 唐同学自求多福吧 天蝉子叮嘱唐征 要早点到达炼器三品 这样 就可以学法术了 唐征问有什么方法 天蝉子表示 情能捕捉 像坐梯一样 多实战就可以了 不过 如今社会这么和平 哪有什么实战机会 这话还没落地 咚的一声大门 被一股力量撞开 叶叮当冲进来 抓住唐征的手 在接触的一刻 她感受到了唇鹰之力 对方猛的一转 转身使了一个过肩摔 将她砸在地上 这女人力气怎么这么大 天蝉子让唐征别小看她 这可是练体四品的舞者 叶叮当扣了扣耳朵 问对方在嘀咕什么 这么弱也敢招惹自己 再低头一看 唐征人没了 不知什么时候溜了 她赶忙追出门去 天蝉子纳闷 这小子跑什么 天赐的实战机会不把握住 一个拥有纯阴之力的舞者 可不多见 而唐征觉得 对方练体四品 自己才练七一品 差了这么多 怎么打 天蝉子承认 虽然舞者比不上修者 但这姑娘少说 也练了十年的功夫 自然是比不过 唐征觉得 既然逃不掉了 不如回头应战 她停下来转过身子 叶叮当的拳头迎面来 二人拳掌相接 顿时激起一阵沙土 把坐在旁边的冯勇 深深震撼到了 叶叮当也很诧异 此时 唐征的手掌 泛出淡淡金光 自是那刚学的天罗手 一般的教室里 乔非得知 叶叮当和唐征 在操场打起来了 立刻兴奋起来 想去看看 唐征死得有多难看 方诗诗则是一脸担心 很快 叶叮当和唐征 打起来的消息 传遍了校园 大家都跑过去看热闹 唐征死死按住 叶叮当的拳头 对方以拳便找盘臂而上 抓住他的衣袖 脚下生风 借力跃身而起 一记鞭腿当头披下 唐征用手臂挡住 深深感受到了 对方的力气 叶叮当从空中 落下稳住身形 表示没想到 对方也是舞者 唐征在心中询问天产子 舞者到底是什么 天产子戴上老实镜 一副老实的样子 向他解释 区区舞者而已 不用太紧张 比不上修者的能力 他们把自身肉体 和功法练出来的力量 称为内镜 跟借助天地灵气 修来的真气 有很大差异 练武跟修真一样 也有详细的等级划分 战斗还没结束 唐征手中的气 再次聚集起来 没想到 叶叮当不知什么时候 来到了他的身后 他讽刺唐征 还想用天罗手 这种出击舞技吗 叶叮当表示 只要能碰到他 就算唐征赢 如果输了 就离开气盘 接着 又一记鞭腿 甩在唐征脸上 直接将他踢飞 砸在墙上 围观群众直呼 不愧是叶叮当 太强了 方施施来到人群后面 想要去前面看看情况 不小心碰到了别人 那人怒斥 挤什么挤 回头一看 发现是个超可爱的女生 问他是不是想进去看 如果帮他进去 就得答应他一个要求 就是做他的女朋友 话还没说完 发现方施施早就离开了 他好不容易挤了进去 又赶忙回头 跟别人道歉 乔飞这时候 也注意到了他 看到唐征的惨状 方施施紧张地冲过去 没想到被乔飞拽住 对方劝阻他 不要过去 叶叮当他得罪不起 方施施看着满身伤痕的唐征 他没有办法放着对方不管 叶叮当觉得无趣 还以为会是个狠角色 刚想转身离开 唐征就又站了起来 叶叮当震惊 刚才那一击 竟然只是让那家伙 受了点皮外伤而已 难不成他的等级比自己还高 唐征摸了摸下巴 感觉这力道跟乔飞他们 完全不是一回事 叶叮当再次俯身冲向唐征 双手托地翻身跃起 又一记重脚落下 震惊在场所有人 可惜这次似乎没打中 唐征来到他身后 双手握紧 砸在对方脖子上 用的明明是他刚才那招 叶叮当在晕倒之际 想不通这小子 是什么时候学会的 小胖子冯勇 被惊骇得倒吸一口凉气 其实刚才那招 并不是学叶叮当的 只是利用真气强化了速度 但用同样的方式 弥补手部力量的不足 而且还选对了出手时机 这小子有相当不错的判断力 唐征回到家里 发现爷爷瘫倒在地上 捂着胸口呼吸困难 叶叮当在昏倒的时候 做了一个梦 梦见小时候 家里人收走了 他的漂亮衣服和玩具 被噩梦惊醒以后 赶忙坐起身 发现班长冯勇 正在旁边给他削苹果 看到他醒过来 对方一脸殷勤凑过来 叶叮当询问自己怎么在这 逢勇赶忙解释 是他大哥给叮当姐送来医务室的 叶叮当心情复杂 话说回来 这小子 为什么喊唐征大哥 这时 他的电话响起 叶叮当接起电话 电话那头是他的母亲 对着叶叮当 就一顿臭骂 表示自己现在在医院里赶快过来 傍晚方师师来到唐征家门口 他想来看看 唐征的伤怎么样了 进门就看到 唐征扶着他爷爷 对方看到他来了 立刻让他帮忙叫救护车 方师师还没反应过来 唐征催促他赶快 这才掏出手机 唐征的爷爷现在满头大汗 看起来有出气没进气 很快救护车赶到 把他们拉走 在车上唐征一直焦躁不安 方师师也跟着担心 叶叮当刚刚看完自己的妈妈 只是点感冒而已 让妈妈别这么大惊小怪的 出了病房门 就遇到急匆匆推来的病床 从他身边呼啸而过 正是唐征跟他爷爷 还有方师师 一开始太快没认出来 只看到是自己学校的校服 仔细一看才看到唐征 这时他妈妈封四娘走出来 也看出刚才过去的 是跟女儿一个学校的 便问他认不认识 而叶叮当却表示 可能认错了吧 医生从手术室里出来 告诉唐征他爷爷的生命 暂时保住了 但是情况不容乐观 唐征不理解什么意思 医生向他解释 他爷爷的心脏病 已经拖很久了 因为他年纪比较大 手术风险也特别高 以现在的医术 也不能保证 能彻底治好老人的病 唐征傻眼了 医院决定暂时住院观察 如果没什么问题 就去缴费 方师师知道唐征囊中羞涩 于是想要给他拿钱 唐征拒绝了 已经麻烦人家很多了 以后的事还是 自己解决吧 方师师很坚持 但唐征却生气了 他不想要别人的施舍 他始终不明白 为什么方师师对他这么好 虽然很感激 但是已经够了 唐征想一个人静一静 方师师临走之前 留下了自己的电话号码 表示 如果有需要 就给他打电话 此时金蝉子出来了 调侃唐征对女孩子不温柔 唐征赶忙询问 有什么办法救他爷爷 从金蝉子口中得知 有一种能延长 十年阳寿的续命单 虽然不知道哪里有 但是他可以教唐征炼制此单的方法 不过很可惜 想炼此单 必须先达到炼器三品 并且 找到药引天香花 这种花 一般位于悬崖峭壁之上 如果能在一个月 找到天香花 炼成续命单 他爷爷就还有的救 唐征闻听有希望 便立刻冲出医院 刚才在病床前那番对话 在别人眼里 就好像自言自语的神经病一般 把隔壁床下的不清 医院大门口 叶叮当刚刚打算上车回家 就见唐征从他身边呼啸而过 看到对方的背影才确定 刚才在医院看到的 果然是他 他让妈妈先回去 自己待会儿再回家 接着摔门就追上去 也不听风四娘在车里嘶吼 长恒山汽车站 驶来一辆公交车 唐征从上面走下来 心里暗暗发誓 为了救爷爷 他一定要练成续命单 巴士刚走 紧接着就过来一辆出租车 叶叮当偷偷跟着唐征一起过来了 夜晚的山里气温非常低 他不知道 那小子大晚上跑这里来干嘛 后山插着危险请屋入内的告示牌 唐征管不了这么多 静止走进去 他抄小道来到一处悬崖边 这里就是长恒山最高的地方 希望能找到天香花 天铲子给他泼了一盆冷水 千年前的天香花本就不多见 更别提如今灵气稀薄 哪这么容易找到 叶叮当鬼鬼祟祟跟在唐征身后 心里想着跑这么远一定没好事 这时身后传来一阵稀稀疏疏的动静 一个黑衣男突然冲出来扑向叶叮当 把他打出树林 手臂也受了伤 这下引起了唐征的注意 回头询问他为什么也在这 叶叮当有些尴尬 如果告诉他饭后消食 他会信吗 来不及寒暄两句 刚才那个黑衣男从树林中走了出来 不愧是叶家千金 躲得真快 叶叮当质问对方到底是什么人 为什么要攻击他 没什么原因 就因为他是叶叮当 接着黑衣男又冲了过来 看到叶叮当陷入险境 唐征想要上前帮忙 脚刚迈出去就被天产子拦住 天产子让他别着急 对面这个家伙是炼体六品 比叶叮当厉害多了 就算俩人一起也没有胜算 唐征思考了一下 天产子说的没错 冲出去肯定死路一条 因为叶叮当也才炼体四品 而他只有炼气一品 尽管修者比武者强 但现在等级相差太远了 但是此时黑衣男已经冲到叶叮当面前 难道就这样见死不救吗 唐征逼迫自己头脑风暴 赶紧想出两全其美的办法 这时叶叮当脸上已经又多了一条伤痕 很明显对面这个家伙是要下死手 黑衣男脚下虎虎生风 轻松稳住身形 告诉对方这是当然了 叶家千斤乖乖受死 可以给他一个痛快 话音刚落就又冲向对方 叶叮当告诉黑衣男别做梦了 叶家的人就算死也不会投降的 话虽这么说 但实在是打不过 对方的速度快得惊人 都没有眨眼的时间 刀刃就已经近在眼前 叶叮当甚至都已经准备好迎接死亡了 没想到唐征此时来了的英雄就美 他用校服包住手臂 使出天罗手挡住了这一下攻击 金光四箭 静生生把黑衣男弹开 这一幕着实把叶叮当惊了一跳 这女的虽然很丑 但也不至于对他下死手吧 此时的唐征确实有那么几分帅气 对方黑着脸音笑着 他因为太在意叶家千金 都没注意旁边还有人呢 于是撩开头发 询问唐征是谁 方诗师正在家里郁闷 手里拿着小时候参加奥数竞赛获奖的照片 心里想着到底怎么样才能帮到唐征 面对黑衣男的询问 唐征虽然不想承认 但他确实是叶叮当的同学 没想到黑衣男哈哈大笑起来 同学也好 朋友也罢 他们谁都逃不掉 唐征眼看对方又发动攻击 便把校服丢了出去 引来的却是对方的嘲笑 难不成他以为一箭破校服 就能挡住自己的攻击吗 刀光闪过校服被撕的粉碎 可面前已不见二人身影 就在校服遮挡黑衣男视线的一瞬间 两人已经跑到黑衣男身后 同时发动攻击 杀了对方一个措手不及 原来就在刚刚黑衣男吟吟狂吠时 唐征和叶叮当就已经商量好了对策 攻击得手 叶叮当还夸唐征 不愧是一般过来的 脑子转得还蛮快的嘛 刚才的攻击使得四周烟尘弥漫 叶叮当觉得 黑衣男虽然等级比他高 不过也就那样了 想暗杀他这个叶家大小姐 还早个一万年呢 随后询问唐征自己说的对不对 可没想到对方根本没有在听 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 就连金铲子也夸他脑子好使 唐征觉得还没结束 叶叮当满脸问号 回头一看 烟尘已经散去 即使刚才的攻击已经够生猛了 可对方还是站了起来 原来另一个也是舞者 那现在可真有意思 黑衣男语气中 依然带着胸有成竹的意思 一个是炼体四平 一个是只会天罗手的菜鸟 以为一起上就能打败他 会不会太天真了 黑衣男狂笑着讥讽着他们 接着身形如闪电一般 快速冲到二人面前 等唐征反应过来时 发现对方的刀刃 已经穿过自己的肚子 他说过谁也逃不掉 鲜血滴在地上 叶叮当看到此情此景 终于回过神来 赶忙想要帮唐征 挣脱对方的控制 并质问对方的目标 不是自己吗 对方的力量太强 自己根本无法撼动 黑衣男将唐征摔在地上 阴沉着脸 表示不用着急 一个一个来 血红色的瞳孔 让人生畏 感受到危险的气息 叶叮当连忙后退几步 可对方的速度太快 根本跑不开 下一秒刀刃就从面前划过 幸亏打偏了 叶叮当想要借势用腿 踢黑衣男 但被对方看破 并抓住了脚踝 对黑衣男来说 这点小伎俩就想偷袭他 还早得很呢 接着就把叶叮当扔了出去 一连撞到好几棵树 可怕的是 即使这样 对方还是穷追不舍 再次来到叶叮当面前 锋利的拳刺上面 还残留着唐征的鲜血 此时即将要刺破叶叮当娇嫩的肚皮 没想到不远处 响起了一个熟悉的声音 叶叮当平安落地 本该打出去的拳刺 却被一道金光缠绕 牵制着黑衣男的胳膊 使其动弹不得 救场的人正是唐征 他用力按住流血的肚子 艰难地站了起来 此情此景 把叶叮当震撼得无以复加 黑衣男越起身 想要挣脱金光的束缚 唐征伸出手用力凭空一握 使出一招天罗手改 刚才微弱的金光 此时光芒四溢 金光越缠越紧 甚至把对方的拳刺给撕碎了 这实在出乎黑衣男的意料 看着自己空荡荡的右手 心里有些恼羞成怒 紧接着唐征冲过来 一拳打在他脸上 但并没有给对方造成实质伤害 反而让对方借势按住了他的头 心中暗叫不好 黑衣男一用力 就将唐征的脸重重砸在地上 这下不悔容 至少也要破相了 没想到唐征异常坚韧 立刻爬起来 用头撞向黑衣男 黑衣男气急败坏 大骂臭小子 同时一个右摆拳 重重击打在他肚子的伤口上 接着又一个回旋踢 将唐征挑飞 还没等对方落地 下一次攻击便迎面来 这一击被叶叮当用脸挡下 此时唐征口吐鲜血 瞳孔上翻 已经失去了意识 叶叮当提醒黑衣男 自己才是他的目标 对方却觉得他可笑 这么急着送死图个什么 此时天上传来轰隆隆螺旋桨的声音 一架直升机盘旋在三人上空 两个人影一男一女站在上面 表示到此结束了 竟敢伤害他们的女儿 绝不原谅 来人是叶叮当的父母 叶天雷和封四娘 二人下了飞机 静止向他们走来 叶叮当很奇怪 爸妈怎么知道他在这 叶天雷解释 原来是他手机落车上了 然后封四娘一直开车跟着他 发现女儿进了后山 就给叶天雷打电话 让他一定来找自己 叶叮当表示 完全能想象到那个画面 在一家人落家常的时候 黑衣男悄悄来到叶叮当身后 掐住他的脖子 想用他当人质 并威胁他的父母 不要轻举妄动 不然这个丫头 誓死是活他可管不了 以他的实力 不管是叶天雷 还是封四娘 就算只来一个 他也没有胜算 都怪唐征这个小子 浪费了他的时间 现在只有想办法逃走了 封四娘面露蕴色 还没注意 叶天雷就已经从原地消失了 下一秒就来到黑衣男身前 他问对方在看哪里 同时 一记顶心肘 撞在黑衣男胸膛 只用一击 就将对方打出数十米远 还在地上留下了一道长长的沟壑 沿途的树木 也被拦腰撞断 黑衣男当即就翻了白眼 而叶天雷 则潇洒地甩甩衣袖 在女儿面前 自然要表现得游刃有余一些 叶叮当的脾气 随他妈妈 他表示 这种杂兵 就算他们不来 自己也能应付 封四娘 一个爱的铁拳 从头顶砸过 娘俩就这么吵了起来 叶天雷想要劝架 没想到 两个人同时开始装可怜 这让既是爸爸 又是老公的叶天雷 很是为难 只能转移话题 问躺在那里的小子 是女儿认识的人吗 眼看唐征伤得很重 尤其是肚子上的血洞 很是骇人 夜空中 众人在飞机上 红发女有些好奇 难道唐征是她的男朋友吗 叶叮当大惊 并床上 唐征还在打着吊水 梦境中 一个陌生的声音告诉她 唐征活不过二十岁 除非遇到纯阴之女 唐征深吸一口气 结束了梦境 睁开眼 看见一群人在自己身边 叶叮当好奇 她在嘀咕什么 医生告诉她 那是纯阴 叶叮当也没有继续问下去 突然发现 唐征醒了 对方看着她兴奋的样子感慨 这和梦中的女神 差距也太大了 医生检查完后 陆续离开 叶叮当好奇 唐征的武术是谁教的 但对方并不想告诉她 见她那么坚定 便开始死缠烂打 下一刻唐征直接掀开了被子 叶叮当大惊 五住眼跑了出去 唐征在屋内开始穿衣服 穿好后走出病房 没想到 叶叮当在门口等她 表示她的父母要见她 唐征思考了一下 随后让她带路 富丽堂皇的大厅内 叶叮当的母亲很感谢她 救了自己的女儿 贴心地给她递上饮料 但沙发上的男子脸色却有些阴沉 突然开口询问她的名字 唐征回答过后 男子吩咐众人将她围了起来 她调查过唐征 之前没有学习过武术 但在刚刚 她却能对付炼体六品的武者 希望唐征能好好解释一下 场面瞬间紧张起来 叶叮当还在为唐征说话 她母亲则在一旁静静看着 唐征思考一番后 告诉男子 她以前确实没有学过武术 静妻因为拜了一个高人为师 所以才能与武者抗衡 文言三人都惊呆了 抓住了关键词 静妻 难道说唐征刚入门 就是这个水准吗 女子面带笑容 询问唐征 是否可以帮他们引荐一下 但这个是唐征瞎编的 哪里去给他们引荐 随后直接说她师父闲云野鹤 她都不知道此时师父在哪 男子继续追问 她是和门派的 唐征表示自己也不知道 她师父只是传授她武功 其余什么都没说 女子有些好奇 唐征是什么修为 他们所有人都看不透 但对方只是告诉他们 自己才练体一品 众人待住了 画面一转 病房内 唐征坐在病床前 爷爷好奇地问他 为什么要拒绝 叶丁当家的礼物 但他没有说话 只是帮他盖好了被子 爷爷的病 不是钱能够解决的 他必须找到天香花 但现在的他身上也有伤 只能等下周再去了 唐征突然抬头 察觉有人靠近了他 下一秒 一个蓝发男子冲了出去 唐征甚至没有看到 那人的正脸 难道是个大黑耗子吗 第二天 小鸟在枝头歌唱 下方一辆豪车驶过 停在了唐征的面前 原来是叶丁当的母亲 唐征礼貌问候阿姨好 对方文言却很生气 她才多大 怎么能喊阿姨呢 叶丁当突然下车 拉着唐征就准备离开 随后向他解释 他母亲就这样 一听到别人喊他阿姨 就生气 但二人牵手 却被拍了下来 远处一个眼镜男 直接发表了动态 佩图正是刚刚 二人牵手的模样 教室内 诗诗看到照片 气得浑身颤抖 一旁的男子看出 他有些不对劲 询问他却没有得到回复 诗诗跑了出去 众人都好奇 他到底怎么了 下一秒 他就和唐征 叶丁当遇到了 看着二人牵手的模样 诗诗有些悲伤 难道他们真的在一起了吗 叶丁当见此大惊 唐征也愣住了 走廊上 诗诗看着二人 二人也松开了牵着的手 唐征问他 为什么询问这个 诗诗听到后 眼泪流了下来 直接对唐征告白 表示已经喜欢他很久了 唐征也愣住了 叶丁当一副吃瓜模样 此刻唐征也被这 突如其来的表白 羞红了脸 诗诗告诉他 如果以后 他真的有喜欢的人了 能不能提前告诉他一声 说着说着 就哭了出来 叶丁当想要安慰他 表示自己和唐征 什么关系都没有 但是却被唐征打断了 并且将他拥入怀中 随后告诉诗诗 这就是他喜欢的人 不用等以后了 现在就可以告诉他 叶丁当也害羞了 但他有些疑惑 想要询问 却被制止了 诗诗听到后 转身离开 表示以后不会打扰他们的 叶丁当疑惑 为什么唐征要骗他 他看得出来 唐征也是喜欢诗诗的 但对方却认为 像他这种人 是不会喜欢别人的 他根本不配去喜欢人 诗诗也好 叶丁当也罢 他终究是孤身一人 这个事情 很快就在校园内传开了 甚至有人看到消息后 气得将手机砸了 他不明白 为什么两个校花 都围着唐征转 唐征学习垫底 还是个穷光蛋 拿什么跟他比 小弟提议去揍他一顿 但被否决了 随后他想到了一个办法 想让他在失事面前出丑 唐征打了个喷嚏 应该是有人 在惦记他 突然听到有人喊救命 只见远处有一名女子 正在被几个男人骚扰 女子看到唐征 仿佛抓到了救命稻草 想让他帮帮自己 流氓却让他不要多管闲事 唐征直接离开 表示自己不打扰 这下女子愣了 三个流氓也愣住了 三名流氓 眼看唐征不管 笑了起来 准备继续骚扰眼前的女子 女子眼泪流了下来 他宁愿去死 也不愿意被这三人玷污 唐征表示自己想去报警 因为自己没有带手机 但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出来制止 三人让他不要多管闲事 唐征本来是不想参与的 应该好好地养伤 但是他今天的心情不是很好 必须打一架来出出气 三名流氓直接冲向他 却被唐征握住了拳头 随后缓缓用力 绿衣男被捏得痛哭流涕 另外两人见此情景也打了过来 他抓住绿衣男挡在自己身前 二人现在收手也来不及了 看着那硕大的拳头 绿衣男慌了 两拳打得他口吐白沫 唐征对着身后的墙打了一拳 墙面出现了裂痕 二人也不敢继续打了 拖起绿衣男就准备离开 随后将自己的外套给了女子 让他赶紧离开 这种偏僻的地方 以后不要来了 没想到 女子直接从身后抱住了他 想让唐征送他回家 但被拒绝了 唐征推开了他 中途抓到了他的手臂 女子一脸奸笑 随后大喊非礼 唐征一脸猛逼 随后出现三名警察 直接拿出手铐 准备抓人 女子上前告诉警察 他被骚扰了 唐征还想解释 但警察直接让他 跟着回警局再解释 但被甩开了 警察直接质问 他是不是要袭警 唐征愣住了 袭警的话 麻烦就大了 随后 让警察把他拷上了 表示愿意跟他们走 女子一脸阴沉 他是收钱办事 警察让他快些走 不要乱看 但唐征只是想拿回 自己的衣服而已 意念一动 衣服回到了他手上 众人看着手机里的照片 都在幸灾乐祸 等这个照片 发到学校论坛上时 方施施就知道 唐征的为人了 他喜欢的人 居然是一个罪犯 审讯是 唐征极力辩解 是女子自己扑过来的 男子拿出警棍 让他不要狡辩 按理来说 小区保安是无法扣押他的 随后男子拿出警棍打了过去 他是打算驱打成招 唐征始终坚持 自己没有犯罪 脸上又挨了一拳 此时脾气再好 也忍不住了 如果再继续下去 就杀了这个保安 但保安哪里愿意收手 继续拿着警棍 冲他打去 就在挨打的时候 听到了一道声音 让他运转真气在全身 唐征照做 真气在他的身体里运转起来 居然不疼了 随后直接坐在原地让他打 保安打得更起劲了 没一会就累了 没想到这小子那么抗揍 外面有人通知他 来人了 随后一名绿发女子走了进来 没想到保安居然有那么大的胆子 居然想要驱打成招 保安发现 女子身边的人是市长的秘书 当即不敢乱动了 随后告诉他们并没有动私刑 他们打人都是有技巧点 打得藤儿且没有伤痕 这时唐征直接在地上打起了滚 绿发女问他们都做了什么 唐征表示 这群保安先是冤枉他 随后就是动用私刑 拉起衣服 肚子上全是伤痕 其实这个伤都是用真气伪造出来的 市长秘书表示 这是违法的 两名保安急忙解释 只是一时没忍住才动的手 唐征此刻大喊他没有罪 但保安却说 他们有证据 下一秒 绿发女直接让刚才唐征救的女子走了出来 让他出来说出真相 女子直接摊坐在地上 表示唐征是被冤枉的 真正的罪犯是那三个混混 表示都是刘保安让他这样做的 刘保安当即否认 没想到女子直接拿出证据 二人的聊天记录 这下真相大白了 唐征却有些疑惑 他和这个保安都不认识 为什么要来搞他 所长此时也过来了 污蔑好人和动用私刑 让所长将他们带下去调查 出门时被唐征拦住了 他想问一问幕后黑手到底是谁 但刘保安却是怎么都不肯说 二人走在大街上 唐征以后要小心了 一记不成 后面肯定还会继续使唤 绿发女的车也刚好驶到 是时候分别了 唐征十分感谢他 如果他不来 自己恐怕真的要出事了 女子有些担心他的伤 让他去医院检查检查 但被拒绝了 随后摸了摸唐征的头 他还只是个孩子 让他不要逞强 头顶真气爆发 围绕着圆盘的火退了下去 没想到他也是个天命之女 唐征的气韵真的好 这才几个月 就出现了好几位天命之女 医院内 唐征很慌张 他爷爷病情加重了 医生提醒他 他爷爷可能就这一两周的时间了 让其做好心理准备 旁边的一名男子 告诉了他事情的起因 原来是他爷爷隔壁病床的人 看到了刚才的新闻 他爷爷出于好奇 也看了一眼 没想到里面的人居然是唐征 受到刺激 直接陷入了昏迷 进入了重症监护室 男子还没说完 唐征就跑了出去 夜晚 唐征将绳子绑在树干上 准备下去采药 虽然有些危险 但他为了爷爷 今天必须找到天香花 此时 一条毒蛇突然窜出 唐征大惊 就在他小心翼翼往下探索时 发现一条毒蛇 没想到在灵气稀疏的时代 居然还有妖物 唐征来不及多想了 直接拿起一根树枝抵抗 这条蛇还会喷出迷惑人心的毒烟 唐征没有来得及躲避 就中招了 随后出现了新的场景 他在和方师师业叮当拔河 就连他的老师都劝他放弃 松开绳子 幻境外 唐征一只手抓着绳子 如果他松开了 这个高度掉下去 可就是粉身碎骨 没想到下一秒就松开了 好在他反应过来了 用嘴咬住了绳子 刚休息没多久 毒蛇又过来了 只见唐征双手施法 直接将毒蛇提了起来 直接捏碎 可怜毒蛇就这样化为了飞灰 没想到 手里还出现了一个红色圆球 原来是腰单 这玩意吃了后 可以增加真气 提高自身的修为 唐征直接吃了下去 但貌似不是这样用的 不是甜的 甚至有些腥 突然 他发现不远处的山崖上 有一株天香花 终于找到了 这下他爷爷有救了 下一秒就渴出了血 是刚刚腰单的药性发作了 现在必须运功炼化 不然就会暴体而亡 唐征也不墨迹 直接坐下开始炼化 随着真气的不断扩散 修为上的瓶颈也随着碎裂 真气覆盖全身 唐征缓缓离地 终于进入了炼气二瓶 他算了一下 一颗内丹 加了一寸真气 再吃两颗 就能达到炼气三瓶了 但被天产子教训了 腰单没有那么容易就遇到 而且就算遇到了 他现在的身体也吃不消 两颗内丹下肚 直接暴体了 随后就问他 要不找叶丁当做他的女朋友 或者他的老师也可以 但唐征却想到了方施施的表白 没有理他 直接转身离去 教室内 唐征刚回到座位 就发现有人在讨论他 但他现在只有一个心思 尽快到炼气三瓶 随后炼制续命丹 来救他爷爷 他想知道 快速进阶的办法 天产子告诉他 只有实战 生死存亡之间 最容易激发人的潜能 突然旁边的声音打断了他 原来是大胖在为他鸣不平 叶丁当也站了出来 嘲讽他们的信息太慢 现在已经是唐征建议勇为了 众人不信 打开手机给他看 上课领响了 老师进来了 他将唐征喊到了讲台上 随后当着众人的面 给他了一面锦旗 这是他见义勇为 对方送来的 众人这才相信他不是罪犯 之前误会他了 下课领响后 叶丁当问唐征 他爷爷住院需要医药费 不够的话可以找他见 唐征表示不用 昨天刚进阶 现在体内已经没有唇音之力了 随后想让叶丁当帮个忙 想要握一下他的手 叶丁当不禁怀疑 唐征是真的喜欢他 等体内的唇音之力够了后 才发现 班内的目光都聚焦在他们身上 唐征有些好奇 女生的手不应该都很嫩吗 为什么她的手都是茧子 而且还很粗 下一秒脸就被打肿了 叶丁当也很好奇 为什么唐征要抓他的手 唐征回到家中开始打坐 电话突然响了起来 接通电话后 对面传来了声音 问他有没有时间去一趟地下拳谈 没多久 唐征便赶到了 男子有些好奇 为什么要喊上唐征 虎哥通过小道消息得知 樊大头接了一笔生意 要修理唐征 没想到他的手下被打得半死 居然能让樊大头吃扁 那他一定不简单 唐征看着四人 怀疑自己走错地方了 虎哥也注意到了唐征 四人恢复了状态 唐征好奇找他做什么 虎哥也不藏着掖着 直接表明要带他去地下拳谈 那是一个充满了汗水和热血的圣地 男人的天堂 他相信唐征一定会感兴趣的 没想到唐征转身就要离开 没有一点兴趣 虎哥喊住了他 询问他是不是舞者 唐征停下了 对方告诉他 地下拳谈是舞者云集的地方 唐征也有些好奇了 虎哥给他解释 舞者想要实力进阶的话 就不能闭门造车 地下拳谈就是为舞者准备的 普通人进不去 天产子出现 表示这个地方他必须去 目前来看 那地方确实很适合他 唐征也同意了 随后让虎哥带他去 众人来到拳谈后 唐征也看到了台上的激烈战斗 双方都是拿命在拼 突然出现一个人 看来是灵虎的老对头 上次他带来的舞者 被这男子的人给打得失禁了 灵虎也说不出话来 男子随后拍了拍唐征 让他回家去吧 不然 下一个失禁的就是他了 随后扬长而去 留下众人在原地无能狂怒 唐征好奇那是谁 原来那人就是梵大头 仗着自己是炼体三品 就横行霸道 一直抢夺他们的奖励 唐征疑惑 什么奖励 原来为了鼓励舞者参加比赛 胜者会获得奖励 从一万开始慢慢往上 甚至有上百万的奖励 唐征被震惊到了 灵虎上次带来的人 就是被梵大头的手下打残了 现在生活都不能自理 而且比赛时 选手已经认输了 对方却还是下了死手 虽然挺惨的 但这和唐征又有什么关系 灵虎看向唐征 询问他一会能不能帮自己报仇 唐征拒绝了他 表示这件事与他无关 他不会插手 四人围在一起讨论怎么办 既然这样的话 那一会的比赛 唐征如果不去 就由子发男上去打 下一秒 主持人出现在舞台中央 欢迎大家来到舞者的天堂 观众席上也是热血沸腾 众人都迫不及待了 唐征本以为这些都是女舞者 原来是来看脸的 随后主持人宣布 今年的奖励是一株千年灵芝 唐征也傻了眼 这得多少钱啊 天产子让他去比赛 灵芝也是单药的成分之一 只见一个男子出现 他浑身绑满了铁链 是樊大头的手下 链体二品 樊大头嘲讽灵虎 问他 让谁上去送死 灵虎直接将紫发男子推了出去 但刚上去就开始双腿打仗 在开始的一瞬间 居然直接跪地认输 唐征还在犹豫 到底要不要去 他不想介入别人的恩怨 最后思考一番后 还是爷爷重要 于是他静止走上擂台 对方见此 直接冲了过来 唐征立刻使出天罗手攻击 二人势均力敌 唐征后撤一步 感觉到了身上的力量在涌动 再次冲了出去 鸡肉男直接双手砸向他 巨大的力量将比武台都震碎了 下方的人都认为唐征输定了 鸡肉男束手为刀 劈向唐征 樊大头甚至已经开香槟庆祝了 灵虎的脸色也不好看 谁知唐征出现在鸡肉男身后 一脚踢出 直接将他踢飞出去 最后砸在墙上 才停止飞行 灵虎等人欢呼 没想到唐征真的赢了 樊大头有些不服 要求再来一场 主持人此时出现 表示有意第一 比赛第二 让大家不要伤了何且 没想到 两家现在都盯着他 令人压力巨大 众人立刻停止了争讨 唐征好奇 此人是谁 居然有那么大的力量 灵虎给他解释 此人是黄紫阳 长恒是大士家的少爷 这个拳坛 也是他家的产业 有他在场的话 就不怕樊大头惹事了 事实确实是这样 樊大头直接离去 黄紫阳将灵芝交给了唐征 这是他的奖励 随后 想要邀请唐征 一起共进晚餐 但被拒绝了 唐征直接跑了出去 天产子有些好奇 那人才炼体六品 而且对他没有敌意 不知道他在怕什么 突然 唐征吐出一口鲜血 身体里的力量躁动了起来 经脉就像要碎了一样 黄昏 方诗师来到了唐征的家 原来是叶叮当找到了他 并向他说明了 唐征没有谈恋爱的事情 方诗师也看出来了 不过 他想当面问清楚 为什么要骗他 突然看到了一瘸一拐的唐征 兴奋向前 却发现他受伤了 想要询问时 唐征直接倒在了他怀里 方诗师想要叫救护车时 唐征制止了他 下一秒就晕了过去 天产子思考了一番 决定帮他一把 随后直接化身 方诗师发现 突然多了一个人吓了一跳 天产子让他别慌 自己有办法可以救他 于是询问方诗师愿不愿意 夜晚 唐征醒了过来 发现方诗师在旁边坐着 他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 看见唐征醒了过来 十分开心 拉着他的手 表示事情他都知道了 如果没有玄音之体 就会死对吧 唐征没想到 天产子全部都说了 方诗师表示自己 可以帮他 唐征好奇 怎么帮 方诗师十分害羞 但下一秒 直接亲了上去 他们约定 考上大学就在一起 现在还是学生 不能早恋 灵狐等人 被黄紫阳叫过去 黄紫阳好奇地询问唐征来历 众人表示认识 是剪破烂大爷的孙子 没有其他的亲人 黄紫阳疑惑 一个剪破烂的大爷 能有那么大本事的孙子吗 灵狐等人也想起来了 这是什么情况 紫发男子 表示肯定是在垃圾堆里 捡到了神功 然后修炼有成 从此走向人生巅峰 另一边 方诗师也回家了 唐征想要送他 但被拒绝了 对方 让他好好休息 天产子出现 问他为什么不将方诗师留下来 唐征直接一拳打了过去 唯老不尊 天产子告诉他 如果搞定那个女娃的话 那他现在已经练起三层了 但唐征却认为 方诗师已经救了他一命 剩下的必须靠自己 天产子突然要教他一套新的功法 是一套不亚于天罗手的质敌手段 名为点穴术 唐征想起了葵花点穴手 一日 唐征如往常一样去上学 方诗师突然喊住了他 二人现在并排走 都很害羞 方诗师想要拉住唐征的手 没想到 唐征直接头顶冒烟了 二人就这样走进了校园 周围的学生都看呆了 大胖有些惊讶 怎么和方诗师在一起了 那叶叮当呢 随后就挨了一拳 教室内 叶叮当询问唐征 这样明目张胆的早恋 会不会不太好 但唐征却说 自己没有早恋 他和方诗师 只是约定要考同一所大学 二人都传来鄙视的目光 教室门开了 吴翠红走了进来 上来就说 唐征带坏方诗师 唐征刚解释了一句 吴翠红就走到了他身边 随后一掌打向他 但被唐征挡住了 他再次告诉吴翠红 他没有早恋 只是二人约定 同时考入燕京大学 吴翠红笑了 就平他 随后站在讲台上 嘲讽这个班级的所有人 说他们是差生 连大学都考不上 这一下激起了群愤 当即就要跟他干一家 众人大怒 这个学校 如果没有他们父母的捐助 早就倒闭了 吴翠红也想起来了 这个班级里的人都是关系户 但随后坚定自己没有错 他们这群酒囊饭带 离开了他们父母 什么都不是 此时 刘老师制止了他 这是他的学生 轮不到别人来管 吴翠红看见他更激动了 直接说唐征是癞蛤蟆 对方也直接生气了 让他出去 这样的老师 没有一点失德 真不知道是怎么进来的 吴翠红也是直接离开 临走还不忘挖苦他 看着台下 他还在骂骂咧咧 直接让他们闭嘴 如果不想 被别人指着鼻子骂 那就证明给别人看 随后问唐征 到底什么情况 而他只是表示 他和方诗师 要考同一所大学 并没有早恋 随后老师看向众人 询问他们 是否要证明自己 台下也是十分激动 必须好好学习 证明给吴翠红看 上课了 班级内的环境 一改往常 此刻竟然都聚精会神的听课 下课了 唐征想要回家 方诗师跑了过来 他认为 吴翠红找他麻烦 都是因为他 如果他不那么高调 就不会有事了 唐征摸了摸他的头 如果他们都考上大学的话 就没有人会去说闲话了 方诗师文言也笑了 公交车站 唐征正在看书 耳边传来一道熟悉的声音 放眼望去 是那个刘宝安 现在他才明白 原来要整他的人是乔飞 远处 乔飞喝醉了 抱着电线干大哭 小弟上来安慰他 没想到他直接吐了出来 随后跪在地上 要与唐征不共戴天 小弟让他冷静 杀人是违法的 乔飞却表示 只是要废了他 至于怎么废 那当然是让他当不成男人 唐征也下了公交车 感到了一丝冷意 下一秒 一辆豪车停在了他面前 车上下来一个女人 看样子 应该是方诗师的母亲 女子直接表明了身份 想要和唐征谈一谈 唐征喊他阿姨 并且让他有话直说 对方被一句阿姨喊愣了 随后告诉唐征 他不希望方诗师和他谈恋爱 二人不论是家境还是能力 都不是门当户对 他们根本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唐征婉拒到 他和方诗师有约定 只能他们选择终止 别人都不能干涉 哪怕是双方的家属都不行 不干涉他人的决定 是对人起码的尊重 女子也没有生气 她是为了自己的女儿 不想让她误入歧途 此时突然传来一道声音 不会是穿越到清朝了吧 二人回头看去 原来是叶叮当和她的母亲 女子也没想到 风四娘会出现在这里 风四娘表示 小辈的事情 让他们自己处理 顺带着还调侃那人年龄大 方诗师的母亲 显然不想和她多说什么 直接上车离开 风四娘来到了唐正的面前 问她为什么不找叶叮当做女朋友 随后夸起叶叮当 要身材有身材 要凶有凶 要屁股有屁股 下一刻 叶叮当直接抱走 风四娘此时也说出了 这次来的真正事情 想要邀请她过几天 去她家吃顿饭 走后还不忘提醒唐正 如果失恋了 就考虑一下叶叮当 别墅内 乔飞跪在地上哭诉 黄紫阳在她对面坐着 询问是谁抢走了她的女朋友 乔飞当即拿出了唐正的照片 表示就是这个人 也不用大动干戈 只需要废了她的下面就可以了 黄紫阳笑着道 这比杀了她还过分吧 随后站了起来 同意了她的请求 此时家里的唐正 感到阵阵寒风 穿好衣服后 就要去医院看看她爷爷 但人却不见了 只留下了一封信 看完后直接烧了 将旁边的护士吓了一跳 有人绑架了她爷爷 邀请她去腹甲山庄一叙 山庄内 黄紫阳在这里等着唐正 听到她过来的消息后 当即安排铁龙过去废了她 只要不闹出人命就行 唐正站在门外 看着对方走了出来 询问是不是他们带走了她爷爷 铁龙回答是 唐正好奇 无冤无仇的 为什么要这样做 对方只是扔给她一把小刀 告诉她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 让她自己废了自己 唐正忍不住了 直接冲了过去 但拳头打在铁龙身上毫无反应 随后又打出几道攻击 没想到还是没用 铁龙笑了笑 开始反击 第一道攻势被躲开后 唐正还没站稳 第二道攻势就紧接袭来 眼看躲不过去 只能选择硬扛了 直接就被打飞出去 铁龙看她晕倒在一旁 便吩咐众人上去废了她 幸亏天产子及时喊醒了她 而且让她将气凝在双眼 只见铁龙浑身被蓝色气体包围 原来这是金钟罩 修炼到极致的话 可以刀枪不入 但她还没有大成 有一道死穴 就在她的丹田处 唐正也看到了 就在铁龙发动攻击时 唐正躲了过去 一记点穴术击中丹田 铁龙的防御瞬间被破了 直接倒在了地上 小弟眼看情况不妙起身就跑 黄紫阳此时走了出来 没想到连铁龙都不是她对手 唐正也认出了她 问她是不是绑走了自己的爷爷 黄紫阳告诉她 只是邀请老人家来做客的 让她不要误会 紧接着就说起了她的功法 想让她拿出来研究研究 黄紫阳让她交出功法 然后就放了她爷爷 唐正骂她卑鄙 但她却不以为然 一个穷小子学了这功法 还是只能当打手 不如给她 然后放了她爷爷 而且还有很多好处 随后让众人上前 打开箱子后 里面都是钱 天产子让她抵挡住诱惑 唐正却答应了她 随后就要纸和笔 黄紫阳吩咐手下给她 到手就写了起来 天产子生气极了 但随后就发现功法不对 唐正写完后 交给对方 黄紫阳看了看功法 十分高兴 唐正让她放了自己的爷爷 没想到对方出而反而 居然要杀了她 小弟瞬间冲向唐正 山庄外 封四娘带着夜叮当来到了这里 原来他们在这里买了一套房子 离学校近 刚好今天来认认路 突然察觉到了什么 似乎有人在战斗 夜叮当望去 居然是唐正 山庄内 唐正还在苦苦支撑 小弟都倒下了 只剩黄紫阳一人 但唐正的体力也不多了 黄紫阳使出法术 小弟如恶鬼般冲了过去 没想到他的手里居然有阴刀 那个武器怨气极重 寻常舞者根本控制不住 黄紫阳应该早就被影响了 神志都被控制了 必须阻止他 但是现在的他实力不够 没时间多想了 唐正摆好了战斗姿势 只要打掉他的刀 战斗就结束了 黄紫阳挥刀斩了过来 唐正躲开后 抓住了机会 将刀打掉 本以为成功了 没想到一道攻击打在他身上 直接被打得口吐鲜血 黄紫阳站在对面 嘲讽他不是对手 就当他挥动武器打过来的时候 叶叮当出现了 黄紫阳好奇地问他是谁 叶叮当也是直接自爆家门 黄紫阳没想到 一个四品也敢和他叫嚣 等杀了唐正就陪他去玩玩 没想到被一拳打中 随后直接拿出武器 斩向二人 叶叮当干脆不躲了 直接大喊封四娘 声音很大 整个山庄都能听到 下一秒 封四娘出现 强大的气场 瞬间先飞众人 幸亏叶叮当 拉住了唐正 封四娘看着对方 黄紫阳却说 这是个误会 但他前面还喊了一声阿姨 封四娘大怒 黄紫阳也是抓住刀 才没有飞出去 周围的树 都被连根拔起 唐正也缓了过来 幸亏他们及时出现 不然 今天就麻烦了 封四娘好奇 他们怎么打起来的 唐正只好说出 事情的原委 黄紫阳抓走了 他的爷爷 还让他交出功法 事后还要杀人灭口 天产子 让他别着急撩妹 快看那边 这把刀 现在有些不对劲 叶叮当有些头痛 这把武器 会影响 纯阴肢体的人 如果这把刀 再不处理掉 那叶叮当就危险了 天产子告诉他 九阳圣体 可以克制煞气 但过程有些痛苦 唐正听完 直接去拔刀 当他摸到刀柄的一瞬间 煞气涌进了他的身体 封四娘和叶叮当 都感到不对劲 唐正的脑海中 浮现出爷爷的身影 随后力量大增 最终刀被粉碎 叶叮当看他成功了 想去询问他的伤势 被天产子拦住了 原来唐正是要突破了 封四娘也走了过来 询问他 是不是因为刀才突破的 还真是 刀中的煞气 被转化为了力量 二人此时也明白了 怪不得平时喜欢自言自语 原来是他师父就在身边啊 唐正感受着身体的变化 他万万没想到 这就三平了 天产子便回了原来的样子 二人好奇 他去哪了 唐正抓起黄紫阳 询问爷爷的下落 得知在地下室后 赶忙去将爷爷救了出来 随后坐封四娘的车 离开了这里 叶叮当想要帮忙 但用不到他 封四娘这时说话了 想让唐正救完他爷爷后 帮忙看一下叶叔叔 原来早些年他受了重伤 现在静脉受阻 无法突破 叶叮当好奇 唐正才三平 怎么可能治好他父亲的完结 唐正认为他的师父 可能会有办法 二人闻言露出开心的表情 等他治好爷爷的病后 就去拜访他们家 封四娘将他送到地方后 就准备离开了 叶叮当却有些闷闷不乐 走进屋内 爷爷躺在床上 唐正过去抓住了他的手 爷爷也很欣慰 一晃过去那么多年了 他也长大了呀 原来唐正是他捡来的 自己一个人 含辛茹苦地将他带大 现在他终于长大 能够独当一面了 等他走后 让唐正一定要照顾好自己 夜晚 唐正在森林中游走 天馋子好奇 现在的炼丹炉怎么这样的 但不知道 这只是一个高压锅 到地方后 唐正准备炼丹 将材料都放里面后 开始运转真气 天馋子都睡着了 锅内丹药慢慢成形 天上突然降下雷霆 劈中了唐正 这难道是失败了吗 唐正不甘心 辛辛苦苦收集的材料 现在居然失败了 那他爷爷也没有救了 天馋子提醒他 有丹香 唐正抬头望去 原来没有失败 是因为太成功 而引起的雷劫 没想到成功了三枚 他爷爷只需要一枚就够了 多吃的话会暴毙而亡 随后直接为爷爷吃了下去 吃完后 回到屋外等待 顺便洗起了衣服 突然两道身影走过 原来是鬼域的使者 前来锁魂的 屋内 二鬼看着唐大海 发现他被续命了 又有人 在干扰天道轮回 唐正出现 身上的阳气太重了 使者不能靠近 只能离开 唐正突然睁开了眼睛 难道是梦吗 看向床边 发现爷爷不见了 此时门开了 唐大海走了过来 唐正静止上前抱住他 现在爷爷没事了 一转眼 唐正来到了夜叮当家里 面前全是美食 这些都是封四娘一个人做的 他还是第一次 吃到那么丰盛的晚饭 封四娘表示 这全是他做的 让唐正快尝尝 此时 夜叮当和他父亲的脸色 有些不对劲 唐正询问他们 不吃吗 二人急忙摆手 唐正没有管他们 切下一块牛排 塞进嘴里 下一秒就感觉味脸爆炸了 强忍着咽了下去 他好奇 天馋子怎么吃得那么香 封四娘 想要再给他加些菜 但被拒绝了 全部推给了天馋子 随后聊起了夜叔叔的顽疾 封四娘想让他师父出来看看 但天馋子就在这里 只是他们看不见罢了 想要看出问题 就必须先打一架 夜叮当怀疑他疯了 他父亲可是后天酒品 没有可比性 但切磋只是为了看丸疾在哪 而不是生死搏斗 丸疾大多是静脉破损或堵塞 切磋后可以看出在哪里受阻 叶叔叔也是同意了 直接招呼唐正鄙逼试 众人急忙远离饭桌 架势已经摆好了 现在只需要切磋一番 就可以开始治病了 唐正瞬间冲过去 没想到被轻松躲过 一个贴身来到他另一边 双手撑地 一脚踢向男子 但被挡了下来 夜叮当没想到 唐正真的能够摸到他父亲 男子十分欣赏唐正 也准备进攻了 一拳打了过去 唐正立刻躲开 回手一拳 但又被挡住 就在二人胶着的时候 唐正使出了点血手 就连风四娘都看出了端倪 一下点在手臂上 男子有些震惊 没想到刚才那一瞬间 手不听他使欢了 不过也抓住了唐正的破绽 直接抓住他的手 将他砸向地面 切磋结束了 这就是后天九品的实力 唐正也不由得感慨 夜叮当好奇 他有没有找到 顽疾所在位置 原来在刚才交手的一瞬间 看到了左肩膀处 静脉碎裂 经络非常乱 风四娘文言很高兴 伤口就是在那里 夜叮当问他 能不能治好 唐正表示可以 随后开始运转真气 帮助男子疗伤 两酒后 男子吐出一口血 随后唐正放开了手 静脉重新搭建了 淤血也被逼了出来 只需要休养几天 就可以恢复正常了 风四娘文言万分高兴 教室内 夜叮当向众人宣布 唐正以后就是他的小弟了 以后谁都不能欺负他 台下的人都很疑惑 乔飞此时路过 发现了他 没想到他居然跟没事人一样 刘老师路过 问他在做什么 乔飞赶紧跑开了 心想 一定要去找黄紫阳询问一下 到底什么情况 明天就是莫迪考试了 希望大家抓紧时间复习 夜叮当却一直喊唐正放学后去打架 但一直被拒绝 刘老师在宣布完后 让唐正下课后 去办公室一趟 办公室内 老师不信唐正能够恢复原来的成绩 老师提醒他 班级内的其他人和他不一样 他家并不富裕 所以希望他上课 能够认真一点 唐正出来后 心想 还是要故意考试先 因为那样 就不用回一班了 一道熟悉的声音喊住了他 是方诗诗 他今晚想要去唐正家里 帮他复习 夜晚 唐正家内 方诗诗在跟他讲解着函数关系 但唐正的手突然抖了一下 方诗诗关心地问他怎么了 唐正表示 只是没拿稳 但方诗诗清楚 肯定出了什么问题 今天他一直都是在用左手拿东西 随后问他 是不是去打架了 见唐正没有说话 直接站起来 将他扑倒在床上 随后就要解开他的衣服 唐正想要阻止他 天蝉子此刻鼻孔冒烟 年轻人就是不一样啊 方诗诗解开唐正的衣服后 震惊了 胸口上缠满了绷带 唐正还在解释 表示这是不小心弄伤的 都是小问题 方诗诗责怪他 为什么要一个人扛着 唐正表示 习惯了 一直以来 他都是一个人 习惯了一个人 面对所有问题 方诗诗抱住了他道 现在 他不再是孤单一人了 以后有他陪着唐正 随后问他 唇阴之体能使他恢复更快吗 得到确定的回答后 准备直接试试 下一秒就亲了上去 没想到他爷爷突然出现 唐正急忙推开了他 原来有同学来做客了 方诗诗也是准备离开 天产子还在一旁煽风点火 爷爷询问 刚刚那个是不是他的女朋友 在不断逼问下 唐正只好坦白了 爷爷表示 一看那人的家境就不错 能看得上他们吗 唐正也沉默了 爷爷开始责怪自己 没有给他一个富裕的家庭 唐正表示无所谓 不管怎么样 他爷爷永远都是他心中最帅的 教室内 唐正正在想挣钱的办法 大胖突然喊他 想让他考完试后 陪他去一个地方 唐正询问冯胖子去呢 对方邀请他去自己家玩 下一秒直升机就飞了过来 随后又表示 去长衡别院 唐正询问他 那是什么地方 对方表示 是X国的拉斯维加斯 二人来到赌场 冯胖子表示 他攒了20万 分对方一半 他俩分开玩 看看谁的战果更丰硕 唐正觉得 会不会不太合适 冯胖子相信他 一定会翻倍赚回来 对方心想着 不是要赚钱 减轻爷爷的压力吗 这不是的好机会吗 突然觉得自己很废 手气很差 抽卡游戏 从来没有SSR 这时 一群小姐将他围了起来 询问他 不打算玩吗 在催促下 唐正也是坐上了赌桌 何关询问他干什么 对方心想着 没办法了 总不能把冯胖子的筹码 都输光了 随后决定压小 二十万 众人觉得 他是个傻子 年纪很小不懂规矩 何关告诉他 筹码大于全场人的十倍 讲成双倍 输了 就赔付四十万 还压那么多吗 唐正透视看到里面的点数 紧接着使用灵气 改变了结局 众人看后 气愤不已 纷纷找何关退钱 唐正及时拦住他 赌不起就不要赌 欺负女孩子算什么 随后直接把他脑门打出血 何关对他表示感谢 对方觉得 如果是真心要谢自己的话 下次还请不要在开盘的时候动手脚 随后看到了被欺负的冯胖子 男子觉得 冯胖子出老千 对方矢口否认 表示男子污蔑他 随后又说起了自己身上的牌 唐正询问他怎么回事 冯胖子告诉他 这牌不是自己的 自己今天手气不错 连赢了几把 然后这个男的突然就说自己出千 还莫名其妙地从自己身上摸出了一张牌 听说他欠了几千万还不起 所以故意栽赃自己吧 男子气急败坏 准备上前动手打他 唐正出手拦住他 这时突然传来一个声音 长恒别怨 自己要开天灯局 众人听后都安静了下来 一名女子走了出来 询问谁出千了 要开天灯局 男子指着缝胖子 表示就是他出千了 自己要和他开天灯局 开天灯局后 生死不论 确定吗 赌场经常会遇上这种说不清的事情 所以他们长恒别怨 特别设了一场天灯局 每一个人都可以对疑似出千的人开天灯局 天灯局的赢家可以领到百倍资产 或者把自己的债务全部转移到输的人 冯胖子觉得自己没有出千 不接受天灯局 没想到对方却表示 他无法证明自己没有出千 所以不能拒绝 唐征询问天灯局怎么比 女子告诉了他规则 可以选择在场的每一个人 做他们的点灯人 在一炷香的时间下 谁点的天灯多 谁就胜出 冯胖子准备让唐征帮他点天灯 没想到对手居然让秦老当他的点灯人 女子向领导汇报情况 对方觉得有点意思 询问起了另一边的点灯人身份 老头觉得既然不是重要的人物 自己就替他开局吧 对方表示不用 既然开了天灯局 那就走一趟吧 办公室内 老师不信唐征能够恢复原来的成绩 老师提醒他 班级内的其他人和他不一样 他家并不富裕 所以希望他上课能够认真一点 唐征出来后 心想还是要故意考察些 因为那样就不用回一班了 一道熟悉的声音喊住了他 是方诗诗 他今晚想要去唐征家里帮他复习 夜晚 唐征家内 方诗诗在跟他讲解着寒书关系 但唐征的手突然抖了一下 方诗诗关心地问他怎么了 唐征表示只是没拿稳 但方诗诗清楚 肯定出了什么问题 今天他一直都是在用左手拿东西 随后问他是不是去打架了 见唐征没有说话 直接站起来 将他扑倒在床上 随后就要解开他的衣服 唐征想要阻止他 天蝉子此刻鼻孔冒烟 年轻人就是不一样啊 方诗诗解开唐征的衣服后 震惊了 胸口上缠满了绷带 唐征还在解释 表示这是不小心弄伤的 都是小问题 方诗诗责怪他 为什么要一个人扛着 唐征表示习惯了 一直以来 他都是一个人 习惯了一个人面对所有问题 方诗诗抱住了他 现在他不再是孤单一人了 以后有他陪着唐征 随后问他 唇阴之体能使他恢复更快吗 得到确定的回答后 准备直接试试 下一秒就亲了上去 没想到他爷爷突然出现 唐征急忙推开了他 原来有同学来做客了 方诗诗也是准备离开 天蝉子还在一旁煽风点火 爷爷询问 刚刚那个是不是他的女朋友 在不断逼问下 唐征只好坦白了 爷爷表示 一看那人的家境就不错 能看得上他们吗 唐征也沉默了 爷爷开始责怪自己 没有给他一个富裕的家庭 唐征表示无所谓 不管怎么样 他爷爷永远都是他心中最帅的 教室内 唐征正在想挣钱的办法 大胖突然喊他 想让他考完试后 陪他去一个地方 唐征询问冯胖子去了 对方邀请他去自己家玩 下一秒 直升机就飞了过来 随后又表示 去长衡别院 唐征询问他 那是什么地方 对方表示 是X国的拉斯维加斯 二人来到赌场 冯胖子表示 他攒了二十万 分对方一半 他俩分开完 看看谁的战果更丰硕 唐征觉得 会不会不太合适 冯胖子相信他 一定会翻倍赚回来 对方心想着 不是要赚钱 减轻爷爷的压力吗 这不是个好机会吗 突然觉得自己很废 手气很差 抽卡游戏 从来没有SSR 这时 一群小姐将他围了起来 询问他 不打算玩吗 在催促下 唐征也是坐上了赌桌 何官询问他干什么 对方心想着 没办法了 总不能把冯胖子的筹码都输光了 随后决定压销 二十万 众人觉得 他是个傻子 年纪很小不懂规矩 何官告诉他 筹码大于全场人的十倍 讲成双倍 输了 就赔付四十万 还压那么多吗 唐征透视看到里面的点数 紧接着使用灵气 改变了结局 众人看后 气愤不已 纷纷找何官退钱 唐征及时拦住他 赌不起就不要赌 欺负女孩子算什么 随后直接把他脑门打出血 何官对他表示感谢 对方觉得 如果是真心要谢自己的话 下次还请不要在开盘的时候动手脚 随后看到了被欺负的冯胖子 男子觉得 冯胖子出老千 对方拾口否认 表示男子污蔑他 随后又说起了自己身上的牌 唐征询问他怎么回事 冯胖子告诉他 这牌不是自己的 自己今天手气不错 连赢了几把 然后这个男的突然就说自己出签 还莫名其妙地 从自己身上摸出了一张牌 听说他欠了几千万还不起 所以故意栽赃自己吧 男子气急败坏 准备上前动手打他 唐征出手拦住他 这时突然传来一个声音 长衡别院 自己要开天灯局 众人听后都安静了下来 一名女子走了出来 询问谁出签了 要开天灯局 男子指着冯胖子 表示就是他出签了 自己要和他开天灯局 开天灯局后 生死不论 确定吗 赌场经常会遇上这种说不清的事情 所以他们长衡别院 特别设了一场天灯局 每一个人都可以对疑似出签的人 开天灯局 天灯局的赢家 可以领到百倍资产 或者把自己的债务 全部转移到输的人 冯胖子觉得自己没有出签 不接受天灯局 没想到对方却表示 他无法证明自己没有出签 所以不能拒绝 唐征询问天灯局怎么比 女子告诉了他规则 可以选择在场的每一个人 做他们的点灯人 在一炷香的时间下 谁点的天灯多 谁就胜出 冯胖子准备让唐征帮他点天灯 没想到对手居然让秦老当他的点灯人 女子向领导汇报情况 对方觉得有点意思 询问起了另一边的点灯人身份 老头觉得既然不是重要的人物 自己就替他开局吧 对方表示不用 既然开了天灯局 那就走一趟吧 唐征抓紧绳索 心想着摔下去 怕是骨头都能摔成烂泥了吧 紧接着点亮了灯 冯胖子让他小心 男子觉得就算他点数比自己多又如何 就凭那个小子 他输定了 冯胖子觉得怎么可能 自己老大很厉害的 男子却不以为然 或许在普通人里伸手矫健 但和秦老相比 简直不堪一击 秦老直接飞到了对岸 唐征看完心里一惊 还能这样 冯胖子觉得他作弊 他怎么可能一下点亮那么多灯 男子表示那是用气操控了火焰 秦老可是先天无品的高手 普通人怎能和他相比 一旁看戏的正准备离开 突然感到一股强大的气息 唐征心想着不就是跳吗 自己当年运动会 跳员可是得了第一名 紧接着开始第二局 冯勇向前十二步 蒋大为方回到原点 唐征心想着赢定了 突然看到居然还有机关 一旁的冯胖子也被震惊到 男子表示天灯局可没那么容易赢的 这是天灯局里其中一个关卡 在蝉灯柱附近 上千个灯笼中有一个灯笼会触发机关 这近百年来 天灯局的这一个机关从未被触发 他的这个朋友 运气也是一言难尽 随后机关直接割断了绳索 唐征掉入深渊 冯胖子在一旁痛哭流涕 男子心想摔下去就死定了 突然出现了一张牌 冯胖子一眼就认出来了 唐征突然就跳了出来 幸好扑克牌不算违禁品 没被没收 差一点就摔下去了 突然面前出现了一个人 大家都对这个气息感到震惊 唐征询问他是谁 对方觉得区区凡人之见 何须如此狼狈 询问他还记得通天古卷第三篇吗 凝神 聚气 始于外 万物皆可为他所用 对方觉得这是真气外用 紧接着便开始凝神聚气始于外 随后一声爆炸 直接将暗器弹到男子身边 老板表示他赢了天灯局 他把所有的灯都点了 请老无灯可点 当然只能算作他赢了 第一次真气外用 没控制好 自己想点灯 不料竟然全都烧了 老板解释他是百年来 第一个触发天灯局机关的人 除原有的奖励外 还可以参加长恒拍卖会 他们无条件为他买单 二人赢了一个亿 老头表示没错 他们触发了天灯局的苦难模式 天灯局风险与回报共存 何况他们挑战的是护院人 这是应得的 还有两张是长恒拍卖会的邀请函 小小心翼 他会在此 恭候二位的到来 冯胖子收下邀请函 但这钱是他拼命迎来的 这卡应该归他 这一个亿 也就是他爸一个小目标赚的钱 放心收下吧 随后把他送回家 下次再约 唐征正在纳闷天产子的情况 突然一个姑娘把他摁在地上 让他把黑卡交出来 对方一眼就认出了他 卡就在自己口袋里 虽然当时觉得可疑 但天灯局后 无论查找监控 还是询问工作人员都不见踪迹 他是怎么跟上直升飞机的 姑娘翻找他的裤子 对方表示不是那里 随后拿着他的裤子离开了 这一个亿自己就收下了 作为报答 送给他一条裤子 唐征穿上之后 感觉都里有东西 拿出一看 没想到是石头 天产子告诉他是灵石 自己今天强行使用能力透支 所以进入了休眠 但是这些灵石唤醒了自己 这是好东西 可用来课防御的法阵 法阵非常非常难学 像是化地为牢 十面埋伏 随手一画就能杀人于无形 唐征告诉他现在是法治社会 不能随便杀人 觉得这个有用 快教自己 阵法一到 需用真气将阵法刻入灵石中 在天灯局时 他已经会将真气外用 但阵法更难 因为需要精准地控制真气 自己现在将阵法传授于他 但能不能成功靠他自己了 又是如此 这小子的学习能力 即使放在他们那个时代 都让人惊恐啊 姑娘询问唐征 这是他亲手做的吗 雕刻的什么 吹风机吗 对方告诉他 这是水晶珠 不是很好看 但是 他一定要待在身边 对方表示自己会放在最贴身的地方 施施等着 他一定会成为自己的女人 男子跑来找到施施 告诉他 唐征和人打架受伤了 现在被送往医院 让他快跟自己来 另一边的唐征正在等施施 正准备离开的时候 突然觉得对方可能有危险 另一边的施施被人绑架 对方表示他想好好疼他 会录下这最美的一幕 突然临时发出一道冲击波 直接把男子弹到一边 正在这时 唐征破门而入 立刻给施施松了绑 对方抱住他就哭 告诉了他乔飞对他做的事 唐征准备找他算账 没想到对方还威胁他 唐征根本不惯着 直接一拳打了过去 落在自己手里 还以为他有机会发视频吗 随后 询问施施 还站得起来吗 施施询问他 没闹出人命吗 对方表示 自己不至于为了这种垃圾脏了手 只会让他生不如死 阿姨纳闷 施施怎么还不回来 这时唐征带着女儿到家了 施施一见母亲就哭了起来 女子觉得 唐征下手真狠 不过自己喜欢 想让他生不如死 那自己就帮他一把 唐征夜里失眠了 再想 抢了那一个亿的女人 因祸得福吧 要不是零食 男子在医院醒来 母亲让医生治好他 对方却告诉他 贵公子脑神经 已经彻底损坏 能救回应命 已经是奇迹了 变成智能障碍这件事 他们真的无力挽回 母亲一定会找到害他的凶手 还有那个叫施施的女孩 一定让他乖乖嫁给他 施施转到了七班 男生们看到后 激动不已 老师询问他想坐在哪 对方想坐在唐征同学前面 昨天乔飞那样对他 施施肯定不想留在一班 要想办法 把乔飞的问题解决掉才是 男生们都来找施施聊天 紧接着 一位阿姨来找唐征 老师拦住了他 觉得他爱乱闯 他们班就算了 现在怎么还带一堆人 对方表示 自己也不爱来 这个乌烟瘴气的对方 这不 他们班的唐征又犯事了 老师询问唐征怎么回事 阿姨突然大发雷霆 唐征承认 他昨天确实揍了乔飞 但那只是漫画效果 自己下手有分寸 不可能把人打成智障 阿姨觉得这个岔声 简直是害群之马 自己要把他扭到警察局 诗诗表示 不是这样的 是乔飞有错在先 唐征是为了救他 话还没说完就被阿姨打断 准备把他抓回去 服侍他儿子 老师让他够了 自己相信他的学生 想要找害了他孩子的凶手 不懂得报警吗 众人剑拔弩张 随时能打起来 唐征一拳 直接把对方打晕 老师让他们散了 以后还是别跟着起哄了 诗诗看到唐征和叶叮当 互动难受 随后叫住了他 想拉他晚上去家里吃饭 没想到叶叮当也是这么说 二人询问 他去谁家 老师表示都上课了 还站着干什么 都坐下 准备上课 晚上唐征和诗诗一起放学 叶叮当拦住他们 询问唐征 有女人就不要兄弟了吗 确定不跟自己回去吗 唐征表示自己要先送诗诗回家 请认清 他在生理上 还是个姑娘的事实 对方觉得他是见色忘义 自己算是看错人了 随后 一拳直接把他打晕 告诉诗诗对不住了 封四娘有交代 一定要把他带回去 唐征突然醒来 叶叮当觉得他终于醒了 挨了一拳 就能睡这么久 真是若鸡 这小女娃这样还挺好看的 是封四娘 让自己穿成这样的 她也有衣服 快点换上 封四娘询问他们 换好了吗 因为叮当的爷爷 突然要给叮当止婚 听说对方自幼体弱 药王曾断言 活不过三十岁 所以他们准备 让叮当嫁过去冲洗 唐征觉得 这是封建迷信 所以 自己才来找他帮忙 试试的是很抱歉 但事发突然时间紧迫 他们只能找他了 对方不好糊弄 曾和叮当患难与共的 只有他 其实他们之前 想邀请冯胖子的 毕竟他们认识 这么多年了 但他死活不肯来他们家 叮当让唐征配合一点 演得一点也不像 二人来找对方 没想到早就认识 长衡别院的宋女 男子询问 他们是未婚夫妻吗 对方表示没错 阿姨向宋少爷 介绍他们的身份 老头觉得一派胡言 叶玄机明明说 他孙女没对象 难道是想谎骗他们不成 叮当心想着 怎么又是那个老头 如果不是他们提起 自己都差点忘了 还有这么个爷爷 和他已经十年没见面了 自己有未婚夫 他当然不知道 请老让他不要给脸不要脸 宋少爷让他等等 随后又问他们 真的是未婚夫妻吗 既然是未婚夫妻 那就做点什么证明看看吧 比如接吻 阿姨觉得他们还年轻 接吻是不是有点 对方询问 既然是未婚夫妻 亲密的举动不过分吧 还是说 他们果然是骗自己的 和悬婴肢体亲一口 有助于进阶 快亲一口 唐真觉得 这样太对不起失失了 叮当反驳他们 让亲自己就亲 他不要面子的吗 管他信不信 反正自己不会嫁给他 秦老听后 勃然大怒 顺移到了叮当面前 直接掐住他的脖子 抓了起来 唐真让他放开叶叮当 对方表示自己也不想啊 但叶家如此言而无信 若自己还忍气吞声 传出去了 自己那长恒别怨 可还怎么开 唐真表示 他们不是想要证明吗 只是嘴角的话 叮当对不起了 随后直接亲了上去 询问对方 这下相信了吧 宋少招呼秦老回去 阿姨觉得 今天真是谢谢唐真了 刚刚超级帅的 叮当想起刚才被亲的事 害羞不已 第二天 逢胖子来宣布成绩的时候 觉得唐真这里气氛不对劲 对方让他别问 老师让唐真出来一下 二人来到教师办公室 这次的摸底考的成绩排名 他又是倒数第一 学校已经因为他的问题 做出了决定 另一边的老师告诉他 补齐三年的学费 不然就开除他 毕竟学校不是搞慈善的 成绩差 还想免学费 想得美 老师让他够了 唐真学费的事 就是他在背后推波助澜 明知道他家境不好 还刻意刁难 现在还落井下石 简直枉为人师 对方却觉得 自己这是看不惯他 浪费教育资源 反正他这个成绩 高考也考不上大学 急什么 唐真询问他 如果自己考上大学 还是全校第一呢 对方觉得 这是听过最好笑的笑话 随后表示 那就承认自己有眼无珠 不配做老师 唐真说起赌注 对方让他别急着说高考 赶紧想办法 交上学费吧 老师觉得 唐真太意气用事了 现在离高考时间 已经不多了 他现在这样的成绩 算了 年少轻狂 自己也陪他封一回好了 天产子决定 从今天开始 放学后 亲自给唐真补课 两个漂亮女娃 正在为他争风吃醋 他要忙着去协理后宫 说起十万块的学费 这是不能让爷爷知道 当时被那个女人拿走了卡 不然十万块的学费 也不算什么 决定了 准备去卖药 结果第二天发现 竞争对手太多了 自己没有其他办法去赚钱 总不能再去长衡别院吧 况且 来这都是病急乱投医的 总有人愿意试试 结果却一直都没人 卖假药的生意兴隆 卖真药的 反而无人问津 看在这小子 似乎和那老家伙 有关联的份上 自己就帮的忙好了 医生让牧女士做好准备 他们实在无能为力 这时突然看到了 唐真的广告 天产子询问唐真 还去摆他啊 那里的人根本都不识货 去医院 像将死之人 卖续命单 不是更方便吗 对方觉得不行 贩卖三无产品 会被人举报打出来的 而且 那条街有城管 老师询问 他着急忙慌的 这是要去哪 明天可就是最后的实现了 准备好十万块钱了吗 唐真不告诉他 还说 他是老巫婆 男子询问夫人 那卡片上的消息 不知真假 真要去那个什么 招摇撞骗街吗 对方觉得 哪怕只有一丝希望 只要能救男男 都要试一试 众人嘲讽唐真 卖什么续命单 没人会信的 要不要试试 自己的增高要丸 长得高高壮壮 好找女朋友 慕夫人来找到唐真 询问他这个续命单 真的能续命吗 若是不续命 他算不算摊上了人命官司 爱信不信吧 要是怕自己骗他 那就别买了 对方觉得有趣 自己还是第一次 有人这样 和自己说话 唐真询问他 到底买不买 不买别挡着自己做生意 慕夫人觉得 一共二十万 自己只能付一半 剩下的十万 等续命单见效后 再给他如何 唐真询问他 不会跑单吧 对方表示不会 明天这个时候 他还会来这里 众人觉得他 才是骗子中的高人 都看走眼了 另一边的手术室内 医生们都觉得 就不回来了 慕女士突然冲进来 把续命单位给了女儿 唐真觉得有了 这十万学费 就可以让吴翠红闭嘴了 另一边的吴老师 询问刘老师 唐真的学费 补期没有 如果没有的话 那就按照规定 办理退学手续吧 唐真的老师觉得 不过十万学费而已 自己帮他交就是了 唐真来到办公室 吴老师表示 说曹操 曹操就到 询问他背的是什么 不会是他家收的垃圾吧 对方表示 当然不是 自己是来交学费的 吴老师觉得 学费可是要十万块 他家那么穷 怎么可能拿得出来 对方拿出小刀 随后一把划开了袋子 十万学费请查收 特意去银行换的零钱 吴老师让他别耍小聪明 想拿混着零钱的垃圾 蒙骗谁啊 等自己数完 学费要是对不上数 就等着退学吧 唐真向刘老师表示感谢 自己听到了老师在办公室的话 对方觉得 学费他自己 不是交上了吗 自己也没帮上忙 话说这十万块钱 他是怎么来的 对方让他放心 自己没偷没抢 刘老师对自己的这份心意很感谢 刘老师觉得想要感谢他 就考出个好成绩 让他看看 男子询问唐征 还不跑路吗 不怕昨天的冤大头 找他算账吗 对方不理解自己为什么要跑 尾款还没有收呢 不愧是大师 吃肉连骨头都不剩 这时 一辆汽车驶了过来 下来一位姑娘 叫他救命恩人 慕夫人也走了过来 昨天 医生已经下了病危通知书 如果不是他的续命单 男男 他已经凶多吉少了 随后 把剩下的十万给了他 怪自己有眼不识泰山 昨天多有冒犯 天产子觉得这女娃娃不对劲 身上有魔族的气息 心想着 即使服下续命单 恐怕也撑不了多久 慕夫人询问以后 男男都会没事了吧 对方觉得恐怕不能 续命单 只能续普通人十年寿命 男男和普通人不一样 自己在他身上 看到一股黑气 这些东西不去掉 他吃多少续命单 都无法和正常人一样 慕夫人询问他不是开玩笑吧 对方觉得 他不信也没办法了 天晚了 自己要回家写作业去了 慕夫人赶紧叫住他 表示自己相信 他有没有办法 能驱除喃喃身上的黑气 自己一定会重金酬谢 唐征询问天产子 这诅咒术 可以驱除吗 对方觉得 现在的他还不行 诅咒术 会留下魔族的神识 强行解开后 恐怕对付不了 随后告诉慕夫人 抱歉 自己暂时无能为力 紧接着转身就走了 手下人询问要不要 把他强行抓回来 慕夫人表示可以 但千万别伤着人 唐征心想 自己变得更强之后 不知道能不能救 那个孩子呢 天产子让他别想了 魔族不是他能对付的 突然告诉他 被跟踪了 随后 把尾随者一脚踢飞 询问他是谁 跟踪自己做什么 对视一眼认出他的身份 表示来请神医 跟自己走一趟 治疗他们的小姐 随后二人打在一起 对方吐出蛛丝 将唐征缠了起来 对方觉得 他这个东西很恶心 而且自己着急 回家写作业 紧接着便正脱开了 耽误自己学习 知道他马上就要高考了吗 一拳将对方打到墙上 一旁的男人觉得 人命关天 对不住了 拔出刀 就向唐征冲去 没想到 被对方用定身术 定在原地 正要离开的时候 慕夫人开车赶到 直接跪倒在他面前 表示 只有他能救救他了 二人询问 夫人怎么来了 慕夫人告诉唐征 他走后没多久 男男突然觉得自己好疼 天产子觉得是诅咒 小子 别惹我上身 唐征表示抱歉 他还自顾不暇 没办法救他 别再来找自己了 一位老头询问他们 这是考斯普类吗 慕夫人刚想说些什么 唐征让爷爷 别理这奇形怪状的人 小子 你竟敢对我们夫人 出言不许 慕夫人让神医等等 这时 一位阿姨过来了 嘴里还嚷嚷着 可算逮到你了 害我儿子的凶手 往哪儿看啊 蠢货 害自己的儿子 变成了傻子 去死吧 随后便朝着唐征开枪 结果被慕夫人 用身体挡住 众人来到医院 医生表示 万幸没有命中要害 现在子弹 已经取出来了 麻醉过后 人就能醒 一旁的二人商量着 为什么不让自己砍了他 都是因为那小子 若不是为了小姐 天产子询问唐征 真的要给那个女娃 解开诅咒术 对方表示 他救了自己一命 没有理由不为了 他和他的孩子拼命 真的没有对付 魔族神石的办法吗 天产子觉得 其实也不是没有 他若是能练会那套剑法 或许可以一试 那套剑法 就是天外飞仙 天外飞仙 是一套极为上乘的剑法 配合飞剑使用 可取人手机于千里之外 对付魔族神石 绰绰有余 唐征觉得自己没有飞剑 拿木制品先代替一下 刘老师拿着戒齿 打断他的思路 对方向他说了声谢谢 刘老师一脸猛 唐征拿着三角木齿 练习着天外飞仙 但他真气不足 剑局只能做到十五事 转脸问天缠子 这样会不会没有办法对付魔族 对方听到愣了一秒 随即惊叹道 他居然练到第十五事 这对付魔族简直绰绰有余 据自己所知 门中的天才 第一次也指不于第十事 唐征可当得起怪物一词了 来到木夫人家 夫人激动地问他 是愿意就喃喃了 一不小心拉到了伤口 疼得直冒汗 唐征赶紧让他别乱动 解释到木夫人替他挡了子弹 是自己欠他的 帮他治疗喃喃 算是两清了 木夫人立刻让属下带唐征见楠楠 来到楠楠卧室门口 那人表示 唐征走后 小姐身体就不适 虽无性命之忧 但是一直喊疼 现在才睡下 唐征表示 剩下的就交给他吧 等会听到什么声音 都请不要进去 那人走后 他拿着尺子 要准备开始 天缠子要将咒语传于他 要唐征用真气 将楠楠体内的魔器驱赶出来 随着天缠子念出的咒语 女孩身边围绕着黑气 天缠子赶紧让唐征小心 魔族的神识出来了 这时 一条粉色的巨蛇 从女孩嘴里吐出 大声质问他是何人 胆敢破坏自己的诅咒术 唐征反驳道 是除他之人 巨蛇骂到大言不惭 今天就要 让对方丧命于此 而唐征 也不是吃素的 要巨蛇看看 是他强 还是自己学校的三角尺硬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挥动尺子 将巨蛇的手脊砍了下来 对方的意识还在 想着日后一定会找到他的 唐征满头问号 一招就解决了 这也太弱了吧 天缠子有些无奈 唐征以为谁都跟他一样 是个怪物 天外非仙第三世 就足够匹敌这等魔物 看到两人要走 木夫人手下问他俩 真的不用告诉夫人吗 他们认为既然夫人睡下了 那就好好休息吧 并且保证 南南没事了 在走回去的路上 天缠子让他别以为万事大吉了 灭的只是魔族的神石 可他的本体还在这个世上 以唐征现在的品级 等被这个魔物找到 他必死无疑 但唐征认为事已至此 只能努力进阶了 回到家中 他问对方除了按部就班的训练 还有什么办法提升实力 天缠子告诉他是修炼真火 每个人都有火种 与普通的火不相同 他会将点燃火种方法 告知于对方 凭唐征的九阳圣体 点燃火种一定轻而易举 唐征闭眼明想 可他并没有找到天缠子所说的火种 随着森林中一声巨响 一个声音响起 询问秦老这是何意 秦老指责叶玄姬竟然敢欺骗宋家 羞辱他家少爷 对方反问 何曾欺骗宋家 是这叶玄姬 要将孙女 嫁给宋家的宋玉少爷 秦老表示 那女子已经有未婚夫了 这不是羞辱是什么 两人再次打斗了起来 在放学后 叶叮当知道了 自家爷爷来了学校 很是震惊 对方表示是啊 他爷爷今天一早赶到 没去找他吗 叶叮当一想坏了 爷爷肯定要对唐征不利 火急火燎的 让封四娘带他去学校 教室办公室的唐征 正在发呆 想着已经三天了 还是没感觉到身体的火种 随后 刘老师一巴掌打在他脸上 斥责他之前各种理由推脱 今天终于来补一回课 都这样还走神了 唐征连忙道歉 对方又告诫他 若是不想好好学 自己怎么帮也没用 直接让他回去了 天产子在旁怯笑 唐征跑到车前 想要拦住刘老师 但对方直接开车走了 回家的路上 他感叹着 和女孩相处太难了 但离了女人又会死 这时 一位老者从他身后发起攻击 唐征询问对方是谁 为什么要攻击自己 对方问到他 可是唐征 确认是唐征后再次冲上去 直接把唐征打吐一口血 这老者太强了 经过询问天产子得知 此人已经先天九品 与宗师只有一线之隔 他要是动真隔 唐征定小命不保 刚要逃走 老者的声音再次响起 年轻人倒是有几分本事 竟然还能动 直接将唐征扳倒在地 攻击他的原因就是 他破坏叶宋两家联姻 罪不容诛 唐征忽然意识到 这人就是叶家老爷子 叶老爷子念他天赋上家 若从此远离长衡 永不会来 发誓此生不再与叶家往来 便可饶他一命 听着真不错 叶家家大叶大 他怕是还能白得到一笔风口费呢 但是他拒绝 直接一个点学术 定住了叶老爷子 还能够到一笔风口费呢 就像个人同样的